国际焦点继续来关注川普曾经夸口 他当选后会让乌尔战争24小时内结束 华尔街日报独家披露川普的和平计划 这项计划将要求乌克兰20年内不加入北约 乌尔两国设立长达1000公里的非军事缓冲区 空中出现敌机地面枪声连发 镜头拍到无人机如入无人之镜直直下冲 碰一声炸开港口 根据报道是一架乌克兰改装的无人机 6号指导俄国达吉斯坦 目标是当地俄军离海舰队 这也是乌军首次袭击达吉斯坦的海军基地 地面民众看了都吓呆 但看到这种场面 俄军绝对不想在乡亲面前落下风 隔天无人机大军直接现身击辅上空 而且不止这一架 7号当天大批见证者无人机飞来基辅 警报持续8个小时 民众再度躲到地铁站避难 至于外头乌军天还没亮就猛烈对空扫射 乌克兰表示这波攻势 乌军总共打下了30多架见证者无人机 但不幸还是造成了六个地方建筑受损 外加两人受伤 只是怎样也想不到 被击落的残骸中发现 大概有一半的无人机搭载的弹头 居然是假的 乌克兰防空部门发言人指出 俄军用3D裂印仿造见证者的弹头 虽然不会致命 但用意就是要消耗乌军的弹药 同一天乌克兰东南部的扎波罗热 则是遭俄军用五枚飞弹和华翔炸弹袭击 民宅医院都被轰 四个人不幸丧生 另外还要是八个人受伤 全乌克兰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是绝对安全 乌军和国际军团持续卖命死守前线 来自各国的自愿军 在乌克兰遭遇枪临弹雨 这幅交火 俄军甚至不断用120毫米 破几炮狂攻壕沟 不少弟兄和死神擦肩而过 最终证实国际军团中 这一整个连所有人都幸存 反观支援俄罗斯的外国军队 北韩军在俄国领土库斯克战场上首度和乌军交锋 如今被证实的确有伤亡 乌尔战争至今达了大约两年九个月 这回还有北韩正规军加入这场仗 专家分析要谈停火势必更难 还得看美国即将回国上任的川普政府 会想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对此专家表示 北韩和俄罗斯在已经违反安理会决议的前提下 川普有可能会先端详 可以从中捞到什么样的利益 但是该解决的还是要解决 不少分析认为要解决问题 终究要找上问题的源头 普琴7号参加一场智库活动上 除了祝贺川普当选 还赞扬川普是一个勇敢的男人 同时普琴也放话 他期待可以跟美国恢复对话 帮助结束乌克兰问题 只不过川普曾经说过 他可以在24小时内终结乌俄战争 国际社会担心 他可能会逼乌克兰 按照俄罗斯的条件接受和平协议 因此川普上任后 到底会怎么样和普京谈 国际社会都很紧张 但华尔街日报这回披露 川普团队内部已经有一个 初步的和平方案 就是让乌克兰承诺 至少20年内不加入北约 乌尔双方也得设立 800英里的非知识区 详细内容都还很模糊 而且乌克兰和西方盟友们 能不能买单都还是问题 特别新闻做不到 另外川普当选之后 以色列跟伊朗一个开心 一个忧虑 川普因为力挺以色列立场明显 以色列士兵开心到名枪庆祝 而川普在选举期间 曾经暗示以色列可以攻打 伊朗的核设施 伊朗人忧心忡忡 里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 又遭到无情轰炸冒烟的地点 只有在机场附近的地方 里巴嫩地面战场 如今越来越有 以哈战争的既视感 住宅区人去楼空 到处是枪炮声响 乙军战车也还在缓缓推进 誓言揪出更多真主党据点 以色列其实也没放松 对加萨哈马斯的攻势 却在交战的同时 传出争议镜头 这是川普总统的冠军 神祝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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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有前线的士兵 明强庆祝川普胜选 以色列尽管表示会做出惩处 但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的开心度 可能不亚于这名士兵 在川普胜选后 第一时间大战 这是史上最伟大回归 相比贺锦丽担忧流失中东 逸选票 川普似乎毫无顾忌 不止多次批评拜登软弱 川普还曾经表态支持 以色列打击伊朗的核子设施 伊朗报纸大篇幅报道川普回归 却丑化他的形象做成上考姿势 对于美选的结果 伊朗人显得忧心忡忡 伊朗甚至有民众说出 应该和川普求和 免得生活过不下去 回顾川普的第一任期 最知名的停以举动 就是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 就连美国大使馆都特地从 台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 川普第一任期第一个选择 出访的国家实际上就是中东的 沙烏地阿拉伯和以色列 当时他夸下海口的尾巴和谈 证明还是难以达成 不过川普前幕僚有信心 川普上台后更能解决 中东的混乱局势 不过现在中东的混乱已经提升到 另一个等级 以色列内部的动荡也越来越多 大批民众上街示威 这次是抗议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开除防长格朗特 与此同时在海外的以色列人 也因为战争面临风险 荷兰镇报警察大举出动 因为7号当晚有以色列足球迷 在当地遭到反犹太示威者攻击 报道称至少五人送医 还有六十二人被逮 更有人拍到阿姆斯特丹车阵外 有黑衣人穷追猛打 一场更深层的种族仇恨 只是以色列大多数人还是认为川普当选 似乎对以色列比较有利 至于战争能否说停就停 恐怕有待时间给出答案 大家都知道川普对于多边结盟 这类的外交关系向来不感兴趣 所以从大选开始前 川普不断的向有谋喊话 如果需要美国支援防卫力量 势必要在费用支出上展现诚意 这也代表着美国未来可能退出北约 或者是搁置印太战略吗 专家普遍认为还不至于 但是做法上会有调整 中东战火越演越烈 拜登政府对外事务成效备受之一 多少也助长了国内民众 心中内把无名火 在美国选民集体的期望心理底下 是选出一个符合内政号召的总统 要处理国际性的事务 不管川普或贺锦丽都是 当然这些是联动的 因为美国国内的选民 你普遍对这些攸关自己生计的问题 感觉到痛 感觉到不舒服 感觉到相对被剥夺 他同时就会想到国外 我们要不要出兵 我们要付出那么多钱 要不要用整体的国力 现在已经在走下坡了 去支撑国外的战争 很自然就会想回来 想回来那这些 就会让他们在民调 在投票上有所退缩 开源无法立竿见影 只能期待未来的元首 借着止战着手截流 24小时内终结乌俄战争 川普选前的豪语 普清听到了 如今更殷切地等待 美俄对话 川普可能要求俄乌双方 旧现状去解决他们现在军事冲突的问题 也就是要乌克兰 对于已经被俄罗斯侵略的土地 就直接就放手了 或者说在俄乌之间 他们暂时旧现状签订一个停火的协议 那这个现状维持多久 说不定三年 说不定五年 不知道 不求一劳永逸 只求先解燃眉之急 因为目光才能立刻放回印太 日本首相安倍晋州 所提的 川普选上的时候 第一次选上的时候 就实行所谓的印太政策 所以虽然偶尔他会批评盟友 但是这个不显示 不等同川普不想跟他们合作 他团队 他外交国安国防团队 还是会有很多人非常熟悉印太地区的食物 印太战略并没有因为四年前的川下败上 被弃至一旁 川普是否重操就业 将对外事务聚焦在美中角力 前共和党海外事务要员建议 观其言 察其行 印太特别是东亚 堪称是下个前世烽火区 除了台海 还有朝鲜 常年夙愿以触即发 所以川普他势必会利用 他自己认为的关系 先去说服北韩 不要再做一些比较冒进的动作 那北韩会不会买账 我觉得这机会当然是有的 北韩也知道他要审视多事 他去看看怎么样是对他的 自己国家的政策或立场是比较好的 那么我觉得北韩会利用川普 川普也会反过来利用北韩 竞选期间川普和其团队多次表明 美军的任务是吓阻中国大陆 而不是应对北韩 使得南韩国内媒体 不分派系都认定了川普2.0 将在军费要求 半导体和产业关税上 对南韩形成巨大压力 这个态势日本同样看在眼里 众所皆知川普对于多边同盟向来不感兴趣 各国如果想跟美国在理念上称兄道弟 兄弟更该明知算账 撤军对美日安保的伤害难以估计 届时别说是小北约 对于真正的北约也是个警讯 从当选的贺电 各国心中顾虑 不过川普团队必然也理解 退出或是裁撤任何一个小多边 都将给了中共 以连横对抗合纵的操作空间 明年1月20号之后才会知道 我们要看总统的动向 比如说他会不会去参加什么 什么国际会议什么高峰会 或者他不去 甚至派副总统去 那另外我们要看他的外交 四年前的川普总统任内 烏恶中东尚且平静 中国大陆二十大还没召开 更没有联合力见演习 狂人才要洗淫政治生涯新局 各地区域安全的挑战 已经虎视眈眈 TVB新闻